大家好,這是星期二娛樂版 今天是2021年11月3日,星期三,跑馬日 昨晚的節目中,我叫大家給我一點點意見 所以你們留的留言我全部都看完 果然大家都非常欣賞黃明志的才華 其實我也認為是的 兩個歌手根本年代都不同 有個網友說年紀差很遠,比你一言驚醒,真的差很遠 當時周杰倫出道的時候,黃明志才只有十幾歲 真的很難比較,應該拿許冠傑來比較 正正因為大家對黃明志的評價 我對這個歌手也挺有興趣 所以我特地找了他的歌曲 原來他也有很多手在YouTube點擊率都很高的歌 我稍後在這個節目尾的時候,我給大家看了一個排行榜 不知道有二十首歌曲 都很熱門的歌曲的排行榜 我稍後在這個片尾給大家看看那張照片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我昨天的節目錄完之後 即是上YouTube之後 我也有給我朋友聽 我朋友其實是MIRROR的粉絲 姜濤的粉絲 他一下子就說,咦?你在這個兩分不知道四十幾秒 講了MIRROR,講了做ERROR 他說,咦?是嗎? 他是第一個發現這個問題的人 但大家一直都沒有 我看到留言都沒有說這件事 直到後來晚一點 終於有人發現 我將MIRROR改了做ERROR 不好意思,一時口快說錯了 這個就 是,還漏了一件事 很感謝這位聽眾 嘩,打了這麼多字去給我意見 即是你說 不喜歡這些 這位聽眾,他就說不喜歡那些女生 經常都不斷自稱自己的名字 例如我講話 譬如說,多謝今天大家給多點意見 豬豬 即是那種,不斷重複自己的名字 其實呢,我也沒有這個習慣 因為呢,我覺得這些 這些的對白呢 是那些比較嗨聲嗨的那些 就會搭一點 我就不太搭 所以OK,我會保持這個風格 何況我都很難 突然間假裝可愛的 好啦,不講那麼多了 那我們先講一下今天的娛樂新聞 第一單的新聞 容許我自私少少 講一個我心目中的男神 就是林峰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他 那時候他做Professor King 嘩,簡直被他迷住了 之後還看完他演唱會 簡直覺得他 是我心目中最有型的男人 可能感覺有點誇張 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麼喜歡他 不過實在難掩我興奮的心情 但這則新聞呢 就講一下林峰 林峰現在41歲 近年他的工作都放在大陸了 最近大陸他就有新劇 叫做《星神大海》出街 劇中就演一名商界的財進富二代 講述他由90年代到現在的奮鬥 雙戰的故事 不過呢 林峰在劇集出場的頭一些集數的時候 就那個中間分界的新髮型 就被那些網民子 維和地持續假髮 惹來不少網民的異列評論 那當然啦 他的演出一樣是保持著他一貫靚仔的創樣 但是那個中間分界的髮型 就真的相當離奇的 非常之衝擊視覺 就說不少觀眾都看到大吃一驚 那其實林峰這個髮型 是始終一個年代感極重的假髮 也都當然有不少負評 只說林峰英俊樣都保持不住這個髮型 那其實這套劇出街之後 男神林峰也都在社交平台 微博那裡 就自己諷刺自己這個中間分界的髮型 他就說 急求一個新髮型在線等 那些網友就很熱情 紛紛和他改圖 幫他改到新髮型五顏六色 弄個爆炸頭給他 很搞笑 林峰就更加搞笑地回應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我的髮型 因為隨著劇情的發展 林峰在90年代的中間分界 將會變成帥仔的髮型 講一下林峰 自從19年的時候 10月被爆出結婚的消息之後 跟大陸無特兒張興月結為夫妻 隨後就做了人父 做了爸爸 老味更加重 還多了幾分成熟的男人味 一副帥仔的創樣 依然保持得非常好 我認同的 我認同的 多謝大家用了寶貴的時間來聽 我在發發瘋 好 下一則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這個網絡小說的習慣呢 相信有看的都會有這種感覺 有時候會抱怨作者更新得又慢 又或者對劇情感都不滿意 早前中國有一名網絡小說家自爆他的發稿平台帳號 被黑客入侵了 原來這名黑客是他的讀者 嫌他最近的作品不行 吃了他的帳號之後 竟然還寄樣幫他新增了兩萬字的新劇情 還幫他修改了這張節 重整大綱 甚至之後的劇情順序都幫他排好了 事源就是這個中國的網絡小說 這本叫做是我風鳥 作者就在10月31日 在他的發稿平台上表示 小說會暫緩更新 亦自爆他自己被黑客入侵 並轉貼黑客留給他的訊息給大家看 那個黑客簡直是說 都不知道你最近在寫什麼 還說作者對不起他的打賞、訂閱 所以就潛入了讀者群 將他的帳號盜取了 本身黑客說是給作者驚喜 結果就讓他看到 作者有15萬多字的全稿和大綱 還說這些就比你現在寫的好很多 為何不跟大綱走 還有寫好內容為何不貼 隨後黑客還幫作者修改了一些章節 修補了一些不合理的劇情 還幫他重整大綱 他亦都提醒作者 你的帳號密碼實在太易估 不同的帳號密碼都有關 換個複雜一點 那黑客還說 作者連防火牆都不開 找死嗎?我幫你設定好了 不用多謝 那黑客最後還提醒作者 最後不要亂按手機上的連結 小心再被人盜取 傻瓜 這麼鬼死有黑的黑客真是不得了 一聽就知道他也是他忠實粉絲 對於這件事 作者也表示 他原本設定是自動更新的 可能因為被黑客大佬而不夠好而停止了 雖然其實他有點生氣 但見到黑客還要額外寫多了一萬多萬字的新劇情 還幫他修改了大綱 連之後的劇情都鋪排好 其實都令他有些感動 雖然有些感動但有些無力 感覺好像對不起大家對他的期待 然後作者就說 現在經驗有讀者要偷我的帳號來幫我寫書 我覺得心心的慚愧 最後作者也都再次道歉 他說大家抱歉了再次抱歉 尤其是對黑客大佬 感覺就如芒在背 接下來想說一下 其實近年這個虛擬貨幣都不時成為熱話 價格既可以一日之內狂升 亦都可以瞬間暴跌 相信大家都有看 早前在Netflix的韓劇《魷魚遊戲》 全球都熱得不得了 不單大動了周邊商品的商機 就連遊戲商壓都乘機推出了加密貨幣 魷魚幣 不過我今日魷魚幣好像雪崩式暴跌 價格由2861美元暴跌到0.0003.08美元 這個魷魚幣Squad 在魷魚遊戲這套劇爆紅之後 在網上的遊戲平台 趁熱推出了同名的闖關遊戲 而且在10月20日開始預售專用的加密貨幣 魷魚幣 玩家需要持有魷魚幣 而且預付入場費才可以參與 讓魷魚幣在短短上線三天 價格狂漲了700倍 不過加密貨幣交易所接獲多宗報告 指使用者們都無法在加密貨幣交易所出售魷魚幣 直到星期一凌晨 魷魚幣創下歷史新高點2861美元 但誰知幾分鐘後 竟然暴跌到差不多到0 出現了這種情況 往往是加密貨幣的發行者 迅速將加密貨幣兌換成真錢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現在由魷魚幣的官網和社群 全部都無法進入 他的Telegram頻道和Twitter都關閉了評論和回覆功能 有報導指 創建者其實已經納了210萬美元資金 不過由於加密領域不受監管 所以購買了該項目的投資者 我想就難得補償 其實除了在香港 其實在內地由魷魚遊戲的大熱 也帶來了不少商機 劇中出現的道具、人物複色等周邊產品 都在淘寶持續火爆 商家無論賣糖餅、面具、外套、海報等等 銷量基本上居高不下 賺到盆滿缽滿 不過最新消息指 其實在淘寶裡 關於魷魚遊戲的周邊產品 已經全部被下架 那些跟風入重貨的商家 當然是損失慘重 而且我們都試了 在淘寶搜尋魷魚遊戲 就會出現沒有搜尋結果的情況 雖然其實都未能確定原因 不過估計反而是關於版權方 Netflix的親自維權有關 原來之前已經有不少 Amazon的賣家發佈這個魷魚遊戲的產品 都全部被Amazon下架 一部分賣家的 甚至銷售餘額都被凍結了 其實有一次證明這些加密貨幣 暫時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 其實都頗危險的 靠發行商講良心 好似有點熱壓煙 這宗新聞我們就說說麥明斯 前年的十丘講者麥明斯 在前年淡出了娛樂圈 投身法律界 不過他仍然會透過社交網站 和網民有互動 有個叫做陳思銘的教育KOL 在立場的blog發表了文章 文章為題叫做 《識男子要學密明斯》 陳思銘在文中指自己有幸 和密明斯的媽媽同台分享教育經驗 其間說 密明斯媽媽指 女女小時候表現叛逆個性和喜歡扮靚 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時 都要選男女校 原因是想認識男子 那篇blog出了沒多久之後 密明斯就在社交網站回應這篇文章 很多網民都讚她有禮貌 高IQ和高EQ 我們看看密明斯怎麼說 密明斯在Facebook出Poll的回應 就是這樣說的 我媽媽現在退了休 前幾天去到一些機構 分享送女兒出外國讀書的經驗 成讚密媽媽自力更新 賺錢養家 好 和升學的KOL陳先生同場 她之後寫了一篇文章透過媒體發表 首先多謝她在文章中用的Kindworks 但她不小心引用了很多我媽媽沒說過的話 可能她當時聽得不清楚 陳先生 我記得你有我直接聯絡的方法 給個建議你 下次隨時發一個WhatsApp給我 等我或我媽媽幫忙跟一跟眼 才發行出來 一方面禮貌一些 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寫錯東西的風險 順便說 至少我喜歡扮靚 會考的時候就不會是這樣的 就不是現在這樣的 會考後就開始故意選回這個男女校讀 畢竟由小一開始已經讀了11年的女校 再讀女校可能我心理會不平衡 轉換環境可以學習和不同的人相處 不過的確是 我媽媽真的很放手給我experience 和嘗試我想試的新東西 她再從後支援 這件事我從小就覺得很正 然後麥明詩最後 有個手指公 麥明詩媽媽麥何小娟 之後就說 Lunch time 都過了 沒什麼事我先出去做事 就完結了這篇文 貫徹我們識看 當然是看留言作風 看一些網民怎麼說 例如有些網民就說 高IQ 高EQ 港者 非你莫屬 有些人真是吾丙不得 還有就是高EQ 高手 希望陳先生都學到東西 這個評價幾好 會說他 禮貌地指出別人的不禮貌 IQ EQ 都滿分 美女又有風度 抵讚 還有人說 果然是我偶像 有禮貌 冷靜 不失分寸 還有說 又見識到禮貌而不失霸氣的回應 又學到東西了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 都很讚 全部都基本上是正面的 positive 的評價 事情還有新發展 去到再硬多一點點 麥明詩再出多個帖 就指他跟陳詩銘溝通了 為了互相尊重 和為公眾添麻煩 所以他們都同意大家將文章移除 留言還說 萬事以和為歸 經過溝通之後 了解到陳先生的好意 雙方各有誤會 為了互相尊重 和不想再添公眾麻煩 大家同意一起移除文章 多謝大家 其實這件事 他都處理得很大體 所以就有Happy Ending 大家都沒有再爭拗什麼下去 就可以和平解決這件事 最重要是互相尊重 我自己一向對麥明詩 我覺得感覺給我也是很正面的 最基本一件事 他拿到十優 我先拿不到 不止 除了十優之外 他拿到港姐冠軍 我都拿不到 最後為大家找了這段新聞來講 昨天我在這裡不斷讚哪些 保養得宜的女性 其實保持得很好 昨天讚完女 今天讚兒子 先讚完林峰 後又先講講兒子 現在講的這條兒子就是許廷鏗 許廷鏗Alfred 擔任了全新一季的 全民造星的A組導師 日前他就以全新的大地色系的休閒造型出席這個節目宣傳記者會 見到Alfred就發揮了不少 在這個很顯肥的啡色冷衣下 就突顯了他加配了暴障的身影 除了虎背紅腰 甚至經驗肚腩 有些媒體就說 目測他身形幾乎衝破180磅 許廷鏗在台上 就跟另一位導師 梁祖堯和花姐的中間 站在他兩個中間 梁祖堯這期清減了不少 看起來也銷售過許廷鏗 更有網民就說 許廷鏗的浮腫體型 覺得視覺上的效果 拍得住身形豐滿的花姐 說他步障的速度相當驚人 其實近年來 許廷鏗的身形真的有點發幅 不時成為網民的討論業 更加有網民 說他改名叫肥板張如誠 但Alfred自己也表示健康就好 早前他在IG社交平台發佈了個人音樂品牌 許廷鏗更加被發現他的身形圓潤 說他只看他的手指也知道肥嘟嘟地說 我們回顧許廷鏗 其實是參加2009年的超級巨星 當時他的英俊外形 被冠以將軍澳吳尊的稱號 其後也成為樂壇的新人 也憑著他的英俊樣 迷到不少粉絲 我也覺得他不錯 覺得他好像乖乖仔 又做牙醫 唱歌又說他心情樣不得了 應該都可以迷到不少少少女 當時我也是一個少女 好了 他存下了多首代表作 螞蟻、青春仲、護航、記住忘記我、我的志願等等 其實他的歌都是紅歌的 不過我覺得他是不是紅歌不紅人 近年他發福了不少 網民都說很唏噓 這樣就沒事的 你們覺得他的身形發福了唏噓 他只不過是歌手 他唱到歌就行了 不用替他唏噓的 大家當花邊新聞一樣 聽笑笑就算了 好 今天的娛樂新聞 跟大家講到這裡 可能量也有少少少 好像只有幾單 不過我接下來 都會再努力去搜羅娛樂新聞 畢竟我覺得 反而找娛樂新聞 要找些有趣的 我又怕我覺得有趣 別人又不覺得有趣 其實無反而做新聞就容易一點 因為真的報回今天發生的事 就算沒有新聞講 都總有些話要講一下 娛樂新聞好像有時候太過無聊 又不是很想講 有時候又不知道那個明星 大家有沒有興趣聽 不過我都會努力去找一下 即日都會努力去找一下資料搜集 再看大家的留言 看大家的風向 其實是喜歡大家聽些什麼 我會盡量留意一下 好 謝謝大家 記得按like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多謝大家 晚安